好萊塢女星艾尔芬妮 以同性身份出道后 至今累积了大量作品 更凭借精灵般的清新气质 在全球累积无数粉丝 三岁就入行的她 早前说要登上播客节目时 分享了自己曾多次因不同的原因 错失了许多重要的角色 某次自己参加试镜时 竟因为自己的社群平台 之中人数不够多而落选 此外艾尔芬妮在16岁时 参加了一部喜剧电影的试镜 但最后并没有获得角色 然而她听到有人说自己没选上 是因为不能被遣规则 让她感到非常恶心 更让人生气的是 那部电影最后也没有开拍 但也因为这个经历 让她明白身边拥有一个好的团队 是多么重要的事 与她合作了多年的经纪人 团队绝不会为了一个角色 而逼迫她做不想做的事 可说是相当保护她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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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当保护她呢 感谢观看